台灣在蔡總統領導下 我們不但懷疑成功經濟表現良好 而且我們各方面 包括人權指標、新聞自由種種 都受世界肯定 台灣也越來越被世界重視 所以我們很高興 國外、外國都一直肯定台灣 並且呼籲讓台灣參與國際組織、國際社會、國際會議 我們都很感謝,也會更努力 希望世界都能夠讓台灣就所做的成績 提出貢獻,讓世界更好 明年的軍務教室渴望挑釁 那我們自己的財政負擔一半 台灣在全國同胞一體努力下 做出防疫非常好 做出經濟非常高的成長 這個經濟成長的果實要有全民共享 所以我們推出很多利多的政策 同時也因為認為應該讓經濟成果 優先給辛苦的勞工朋友來分享 黨同時也對全國軍公教努力奉公 在各方面做好也應該給予肯定 所以在財政負荷可以的情形下 我們都會認真考慮 但這有一個機制 會由這個機制來運作或 如確定我們會向國人通報報告 社會不容黑金 蔡總統一再宣誓 清廉勤政是民進黨的價值 大家應多給予肯定 不過改革確實是非常不容易 你看我照蔡總統的宣誓 只隔了幾個人 馬上就有媒體或者有民嘴扭曲成為 說這個是派系惡鬥 是我要安排自己人等等 這都是改革的過程中 會碰到的阻力或者扭曲 希望國人通報多給改革助力 讓稻長自然磨削 如果稻削就會磨漲 這是否則 因為 是因為過去 有些公投聯署 發生死人聯署 圍造文書侵害個資 種種的不法行為 為社會所絕不能接受 所以有誇黨派立委 給連署提案要補這個漏洞 我們行政院對立法院的職權行使 多尊重 為什麼會是有人說 三年快推的方案結果比較好 後來又改革成功 我們都知道 台灣不能一時一刻沒有電 投資也不會來 大家也知道 台灣一定也要永續存在 所以環保也很重要 所以在各方的意見 融合中 行政院經過很慎重的考量 很最大的誠意 跟台灣電力最大的容忍的情形下 提出三接外推的方案 我們非常感謝很多環保的朋友 學者專家 都給一大大的肯定 任何人的肯定 我們都很感謝 最重要的是 政府用最大的誠意 最大的努力 跟電力最大的負擔的情形下 提出來的方案 希望大家都能很認真的 思考支持 為台灣的永續 跟台灣民生工業 各方面需要電力穩定 一起來創造雙贏 謝謝